大家好,我是Emma Holdings的Rent 今天早上我在看到这个新闻 The Australian上面的一个新闻 写着Echoes of Depression 大家已经不是开始讨论Recession了 都在说着Depression了 那如果是说着衰退的时候呢 我们个人或者企业来说的话 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回想到2009年吧 2009年我所经历过 做生意的时候经历的GFC的时候呢 最大的居民商是现金流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增加我们的现金流吧 或者改善我们的现金流 尤其在这个关键时刻啊 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的CFO Penny 就给了我一堆的财报 还有账单 说看看吧 每个月的这些费用有哪些可以省的 我给大家几个实际的例子啊 比如说每个月我们电话费有1000多块钱 沃大夫人打个电话给他 就给我们减了一半了啊 这样一个月又省了七八百块钱啊 然后我今天呢还发了个邮件给我们停车厂 看看可以不会在我的停车费上面给点折扣啊 还有呢比如说那个租约啊 我们办公室租金我觉得这栋楼的啊 这个业主应该还是 资金挺充裕的啊 问问看他有没有什么 discount给我们incentive给我们这些都能够省钱的 比如说每个月的月费很多月费啊 我们做生意的都会有subscription fee 嘛或者是甚至你个人的那个app store上面 你拿上手机看看你的google play啊 或者app store上面每个月其实有很多的费用的啊 这些都可以看看能不能够省钱 总的来说你现在这个时候呢 不需要等自己啊真的是会不会困难时机才做的 一些这些省钱的方式 现在啊尽量尽快的啊和你的会计聊聊啊 看看有什么每一条的对一下 有什么平时啊平时过度消费的东西吧 或者可以省钱的部分啊可以现在看掉的 在这个时候呢一起共课时间啊 下次我们来多聊其他的方法 谢谢大家 是啊 还有什么その吃先 gab设程咱们 这一块 可是气色非常费满